东美贸易战升温,美国总统川普考虑追加对华千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中方声称不惜代价回击。但有中国民众质疑官方的表态,认为贸战的代价将由中国百姓承担,同时也会影响中国经济发展。有法美则分析川普为何将赢得这场贸易战。 中共商务部5日公布反击美国301制裁的征关清单,对美国大豆、飞机、汽车、化工品等14类106项商品加征25%的关税,涉及中国自美国进口金额约500亿美元。 随后,川普总统表示,他正考虑对额外1000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川普拟追加关税的理由是,中共采取了不公平的报复措施。 中共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4月6日表示,对美方声明将听其言关其情,如果贸易战爆发,中方将奉陪到底,不惜付出任何代价回击。 重庆的张先生质疑大陆官方所谓不惜任何代价的表态。他说,中方这个贸易战肯定会面临损失,这种损失,作为官方也好,政府也好,你应该采取一些手段,补救措施。 你就说打打打,打到底,我们奉陪到底,谁来承担这个损失呢? 张先生指出,官方说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这种表态是错误的,这个代价由谁来承担?老百姓来承担吗? 表这个态的官员,你先把你的公司财产全捐出来反击,不要绑架老百姓。 官方的表态应该要冷静,要慎重,把群众舆论朝不太好的方向引导是不对的。 在天津滨海新区工作的王先生表示,不希望贸易战持续,担心会影响到当地的经济发展。 美国时事评论家张家敦日前撰文称,中美贸易战一旦打响,中共也许会反击,但美国手中才握着王牌,中共一定会输。 他说,川普手握至华的大牌,不仅威胁了中共经济,还威胁了中共政治体制。 发媒《回声报》观点版发表了署名文章,文中分析川普将赢得这场贸易战的原因。 文章指出,川普是一位令人生畏的谈判者。 他多次经历破产,但每一次他都走出了困境。 他很懂得建立力量对比关系。 他明显没有任何界限,这让他的对手有些不知所措。 文章说,在总统竞选中,川普把中共列为抨击的主要目标, 但2017年上台后,美国推出了90多项贸易保护措施,并没有特别针对中共。 同年11月的访华形成热情友好似乎显示其立场出现改变。 甚至最近推出的对进口钢铝制品征税的措施也没有特别影响中共。 3月份,川普要求中国缩减对美贸易盈于1000亿美元。 2017年,中美贸易总额为5800亿美元,中国方面的贸易顺差是3750亿美元。 两周后,他又以不遵守知识产权保护为由,拟对华增收500亿美元关税。 而川普的这些要求很快得到了正面的回应。 虽然中共官媒发出攻击言论,中方也挤出了针对美国产品的征税反制措施, 但中共总理李克强却重申了要开放市场的决心。 纽约时事评论员朱铭表示,你不要看表面上中共在媒体上想如何有底气, 贸易战奉陪到底,实际上你要看他怎么做的,落脚到行动上。 哪一次中美贸易冲突,中共没说过这种斗狠的话, 可是每一次也还是他偷偷退让。 历史上每一轮联合国对朝制裁决议, 中共都在执行一段时间后率先打破制裁,这次也不例外。 韩媒消息,朝鲜党魁金正恩访华后,中共已下令解禁朝鲜水产品, 并开始重新接收朝鲜劳工,大举违反自己去年投票通过的制裁决议。 韩国朝鲜日报报道,一名中国消息人士4月5日引述业内传闻称, 金正恩访华后,中共暗中下达了重启朝鲜水产品进口的方针, 预计解禁时间为4月中旬或下旬。 去年8月,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禁止朝鲜出口水产品和煤炭的对朝制裁决议案。 中共也投了赞成票,并一度执行该决议,导致朝鲜水产品流通枢纽, 中国丹东市出现市场萧条。 但据消息人士称,金正恩访华之后,这种制裁氛围已开始出现转变。 丹东居民也表示,往返于中朝鲜的物流量有所增加, 在物流仓库聚集的丹东市区花园地区,再次出现了交通拥堵。 日前还有消息称,美日通过鸭绿江大桥的卡车从1月初的20至30辆, 增加到美日50辆左右。 中朝边境还出现装满各种货物的车队从中国出发前往朝鲜。 另外,临近边境的中国城市近日涌现大量新派遣的朝鲜劳工。 朝鲜脱北者主办的韩国网美美日朝鲜发布相关视频称, 金正恩访华后,中朝边境地区再次出现朝鲜女工程群结队步行的场景。 自由亚洲电台三日报道,金正恩访华之后, 朝鲜重启对华劳工派遣,停止撤走中国境内的朝鲜劳工。 报道援引当地人士的消息称, 从上月底开始,经常看到新派到中国的朝鲜劳工。 严边的一位消息人士说, 本月2日,有400多名朝鲜女性劳工被新派到严边河龙市。 一位丹东市民透露, 看到很多辆大巴从新一州惊鸦路江铁桥进入丹东海关, 有100多名女性劳工下车。 另外,原来在中国工作的朝鲜劳工们也在更新通行证后, 一天内就经新一州进入中国丹东。 按中共官方规定, 朝鲜人迟渡江正只允许在中国暂留30天, 而中国企业违法聘用渡江正劳工, 可能是中朝在钻对朝制裁的漏洞。 去年12月, 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 全面禁止成员国更新朝鲜劳工的签证和接收新劳工的行为, 并要求24个月内全部遣返境内朝鲜劳工。 中共也曾执行该决议, 大举遣返签证到期的朝鲜劳工, 导致中国边境城市一度出现工厂人力短缺。 但韩国《东亚日报》4月3日引述韩国情报当局的消息报道, 丹东市等中朝边境的一些中国企业, 上个月停止了遣返朝鲜工人的程序。 令讯日媒消息, 金正恩访华时表态愿意重返中方主张的六方会谈。 而所谓六方会谈, 一直被认为是中朝唱双簧, 讹诈国际社会的平台。 最大施压,北京出尔反尔,单方面打破对朝制裁, 显示了在朝核问题上要与美国对抗的倾向。 同时,美国出手惩罚中共的不公平贸易行为和盗窃美国知识产权, 中美正陷入经贸战争状态。 双方在朝鲜问题和贸易问题上的博弈, 可能互有关联,互为筹码。 随着中美关税大战的开打, 华尔街对中美贸易战的担忧和对白宫贸易政策的批评也开始升温。 美国总统川普的前首席策略师班农日前对媒体表示, 华尔街并没有考虑美国普通民众的利益, 而要保护美国资本主义跳动的心脏, 川普是完美人选。 近期,随着中美双方在贸易问题上打起关税大战, 华尔街的一些金融分析师开始出面点评中美贸易战, 声称这场贸易战打下去, 可能会出现所有国家都对他国举起关税大棒的问题, 从而导致全球膨胀走高, 货币政策收紧,经济增速放缓云云。 针对华尔街的这些说辞, 前白宫首席策略师史蒂夫班农4月4日 接受路透社的电话采访时说, 问你问罗凯俄, 宾夕法尼亚和密西根的民众对华尔街怎么看? 华尔街支持和欢呼把他们的就业机会出口到国外。 如果华尔街不喜欢, 就让华尔街见鬼去吧。 班农理直气壮地说, 现在是有人面对他们挺身而出的时候了, 而唐纳的川普正是完美的人选。 班农指出, 华尔街总是只顾眼前, 而川普试图做的事, 是要保护美国资本主义跳动的心脏, 那就是我们的创新。 班农表示, 川普准备对中国进口产品征收关税的举措 向中方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 那就是不断拖延的游戏已经结束了, 而中共方面必须解决他们强制美国企业技术 转让这个核心问题。 显然中国方面对此没有做出真正的回应。 班农说, 中国对农产品征收关税, 却回避解决技术转让问题, 这就再次显示他们只是把我们视为一个朝贡国。 他说, 技术创新是美国资本主义跳动的心脏, 中国方面或者是窃取或者是强迫美国公司将其转让。 川普发出信号说, 这种日子已经过去了。 据公开的资讯, 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时, 班农曾经是川普竞选团队的负责人, 在川普出任总统后, 班农担任了白宫首席策略师。 他是一个鹰派人物, 一贯主张美国在贸易问题上应该对中共采取强硬政策。 早在2017年8月中旬, 班农曾在接受展望新闻网站的采访时表示, 美国与中国正处在一场经济战事中, 鉴于中共在朝鲜问题上不会有多少新的举措, 没有理由不对中共进行强硬的贸易制裁。 班农当时分析指出, 美国政府不应该寄希望于中共会作为诚实的我选者来帮忙克制金正恩, 因此而把对中共不公平贸易行为的申诉放在次要的位置上, 是陷入了一厢情愿的陷阱。 他还提出建议称, 美国应该使用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来应对中共逼迫在华美企进行技术转让的做法, 并对钢铁和铝制品倾销提出申诉。 班农说, 我们对中共这些家伙要一举置胜。 有大陆专家近日在陆媒发文称, 中美现在就像两个没有感情的人过日子, 有了过不下去的感觉, 很痛苦, 但又无法彻底分道扬镳。 虽然没有发生撞击, 诈管这样的恶性事件, 但感觉比那个时候还要糟糕。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袁鹏在陆媒刊文称, 美国对华战略正在经历大辩论、 大反思和重要调整阶段。 这种辩论在历史上经历过三次, 当前为第四次。 文章说, 与以前不同的是, 本次辩论美国朝野共府, 包括政、商、学、军权方位参与, 且政府亲自引领辩论, 这更是前所未有。 而本次辩论还有一个特点, 声音几乎一边倒地批评中共。 最重要的一点是, 过去的辩论总在一个大框架内进行, 认为美国对华战略应以接触加遏制为主。 然而, 本次辩论认为, 该框架应该彻底抛弃。 文章称, 如果说, 过去的中共既是美国的对手, 又是其合作伙伴, 美国在这两个角色定位区间摇摆, 那么现在的结论则认为, 中共就是一个竞争对手, 并且是全方位的竞争对手。 文章认为, 当前中美相撞, 既没有历史经验可寻, 也没有现实路径可走。 双方都很痛苦地寻求, 如何在亚太地区和平共处。 实力变了, 战略变了, 基础也变了。 冷战时期有苏联, 冷战后有共同经贸, 911后有共同反恐。 而如今中美之间苏联没了, 本拉登也没了, 经贸又出了问题, 靠什么支撑这么大的关系呢? 文章调侃, 中美现在就像两个没有感情的人过日子, 有了过不下去的感觉, 但又无法彻底分道扬镳。 而中美关系缺乏顶层心框下, 这也导致中美关系 被一个个具体领域的具体事件拽着走。 虽然没有发生撞击, 诈管这样的恶性事件, 但感觉比那时还糟糕。 贸易保护措施并没有特别针对中共。 同年11月的访华形成热情友好 似乎显示其立场出现改变。 甚至最近推出的对进口钢铝制品征税的措施 也没有特别影响中共。 3月份, 川普要求中国缩减对美贸易 盈于1000亿美元。 2017年, 中美贸易总额为5800亿美元, 中国方面的贸易顺差是3750亿美元。 两周后, 他又以不遵守知识产权保护为由, 你对华增收500亿美元关税。 而川普的这些要求很快得到了正面的回应, 虽然中共官媒发出攻击言论, 中方也挤出了针对美国产品的征税反制措施, 但中共总理李克强却重申了要开放市场的决心。 纽约时事评论员朱铭表示, 你不要看表面上中共在美市, 不希望贸易战持续, 担心会影响到当地的经济发展。 美国时事评论家张家敦日前撰文称, 中美贸易战一旦打响, 中共也许会反击, 但美国手中才握着王牌, 中共一定会输。 他说, 川普手握至华的大牌, 不仅威胁了中共经济, 还威胁了中共政治体制。 发媒《回声报》观点版发表了署名文章, 文中分析川普将赢得这场贸易战的原因。 文章指出, 川普是一位令人生畏的谈判者。 他多次经历破产, 但每一次他都走出了困境。 他很懂得建立力量对比关系。 他明显没有任何界限, 这让他的对手有些不知所措。 文章说, 在总统竞选中, 川普把中共列为抨击的主要目标, 但2017年上台后, 美国推出了90多项以上想如何有底气, 贸易战奉陪到底, 实际上你要看他怎么做的, 落脚到行动上。 哪一次中美贸易冲突, 中共没说过这种斗狠的话, 可是每一次也还是他偷偷退让。 历史上每一轮联合国对朝制裁决议, 中共都在执行一段时间后率先打破制裁, 这次也不例外。 韩媒消息, 朝鲜党魁金正恩访华后, 中共已下令解禁朝鲜水产品, 并开始重新接收朝鲜劳工, 大举违反自己去年投票通过的制裁决议。 韩国朝鲜日报报道, 一名中国消息人士4月5日引述业内传闻称, 金正恩访华后, 中共暗中下达了重启朝鲜水产品进口的方针, 预计解禁时间为4月中旬或下旬。 去年8月, 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禁止朝鲜出东美贸易战升温, 美国总统川普考虑追加对华千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 中方声称不惜代价回击。 但有中国民众质疑官方的表态, 认为贸战的代价将由中国百姓承担, 同时也会影响中国经济发展。 有法媒则分析川普为何将赢得这场贸易战。 中共商务部5日公布反击美国301制裁的征关清单, 对美国大豆、飞机、汽车、化工品等14类106项商品加征25%的关税, 涉及中国自美国进口金额约500亿美元。 随后, 川普总统表示, 他正考虑对额外1000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 川普拟追加关税的理由是, 中共采取了不公平的报复措施。 中共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4月6日表示, 对美方声明将听其言关其情, 如果贸易战爆发, 中方将奉陪到底, 不惜付出任何代价回击。 重庆的张先生质疑大陆官方所谓不惜任何代价的表态。 他说, 中方这个贸易战肯定会面临损失, 这种损失, 作为官方也好, 政府也好, 你应该采取一些手段, 补救措施。 你就说打打打, 打到底, 我们奉陪到底, 谁来承担这个损失呢? 张先生指出, 官方说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这种表态是错误的, 这个代价由谁来承担? 老百姓来承担吗? 表这个态的官员, 你先把你的公司财产全捐出来反击, 不要绑架老百姓。 官方的表态应该要冷静, 要慎重, 把群众舆论朝不太好的方向引导是不对的。 在天津滨海新区工作的王先生表,